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重点就是土壤 仙人掌的土用辅液土一份 原土一份 粗杀一份混配 这样混起来的土属性好 质地也重 而且一样成分也够 第四个重点就是施肥 可以每个月给它定期喷叶面肥 在给土壤施肥的时候 最好选择高蛋高价的肥料 这样施肥的话 它就会长得比较快 比较重了 这四个重点做好了 仙人掌就能很好的生长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